其实秋香老师就是在家里面 煮给年轻人吃的 对 你这应该有感受到 其实真的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煮饭的这一个人 不管他煮得好不好吃 我觉得你吃的人要心存感激 因为那个食物不会平白的 跑到你的面前来 所以我们第一个不要浪费 是你不回家吃你要讲 但是我觉得这个个案的公公 他是在耍爷存在感 跟他的尊严 因为他其实说 他已经有先跟你讲了 我们要去 少年有讲过 他不是说你煮好的时候 他不是一桶 等于说爸 我要去庆祝那个 那我觉得这个公公 你不要讲说男人没有更年期 男人的更年期 他那种固执拗起来 是比女生还拗的 为什么现在攻击起男人 也是攻击有更年期的 只是大家都可能把它 就是忽略掉 你人有更年期 那男人其实也会有 他就是他可能 我觉得这个个案 可能是没有婆婆是不是 因为家里 没看到自己 有婆婆 那他就是 就是他在煮 然后他就想说 我的威严 我要刷我的存在感 你要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是应该 他在怪公 你的媳妇跟那个 没有带我一起去聚餐 那其实你要提亮人家 八年 一年来 就说一次 三百六十五天 到一天而已 你也要给人家机会 对不对 因为住在一起 讲真的就是一个大环境里面 很多夫妻间 亲密的对话 亲密的一个小动作 你一直四大人 面头上都会不太敢 那这个感情就是会 越来为什么有体贴这两个字 他那样身体靠周会 就会有那种体贴的感觉 你现在做婆婆 你如果看到你的媳妇跟你儿子 两个 大家都在看电视的时候 两个又手牌的 拇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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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拇 可以 我可以接受 对 我是可以接受 有些人夫婦是不行的 对 有的不行 那其实就是说 说你们两个 应该怎么没有办法 可以啊 像我们家大儿子 他吃饭的时候 他也是给她摸喔 如果是我就觉得很稀松平常 我没有 apoyo 对对对 对 会这样 我有一个亲戚就會这样子 他会说你都跟她摸 jeito 你是怎么不能給他 她就会这样子 他就这样子的结德 可是我觉得就是 然后眼泪就掉下来 不会啊 你也可以叫你男人给你捏 你现在就要你女儿给你捏 对吧 那我觉得就是只要你心存感激 就是爸爸你煮饭非常辛苦 但是我事先报备 其实这个公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太超过了 太超过 而且他一直在 你是公公你怎么 我是公公 我说好啊OK啊没关系啊 对你们难得 对他有首先跟我们说嘛 甚至就说你有孩子 你慢慢来慢慢吃小孩子 我甚至会帮他 比如说小孩子要洗澡 我会帮他洗好让他睡觉 对我结果就是一个家里 好想当你的那个女婿 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庭和谐很重要 你不好蹭一十之快 然后你的这个尊严 你真的有得到尊严吗 你真的有抓到存在感吗 你还要把小孩越推越往外 我也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等同把沟通的门关切 对是啊 没有让家里的和谐更加好 对对 是是是